这个是很大的分别 令他在卫小李之中可以突围而出 也是 其实有时候卫小李卫小李经常听 究竟谁跑出呢? 有时候都很主观 我听说卫来很好 有些人说小朋友好 有些人说理想好 HELLO 大家好 来到CHIFF TALK CFO年报解密的时间 Benny尚你好 大家好 Yumi你好 终于有一集回归港股 是的 最近港股除了大家留意着内房 甚至是一些消费相关的板块之外 其实一些车股都很受重视 尤其是在科技指数里面来说 车股最近是一直走的 是的 我觉得港股大股其中一个 有些支撑力度就是车股 要衷敬电动车和智能汽车 我们今天也会 要跟大家谈谈车股 最近最新的9月份的消费数字都出了 普遍都向上 没错 不过如果是以车身制力 为小你来说 唯独是未来按月是有倒退的情况 其他普遍按年和按月都是上升的 所以我马上有个疑问 究竟他们在销售的营运策略上 是否以价换量 如果是这样的话 对盘数影响很大 其实你说到整个行业的核心问题 就是竞争真的很大 而你太多 就是刚才我们在咪前也分享了 很多不同的新势力 或者新的竞争者加入 市场又不能突然爆得很厉害 一定竞争其中一个就是 可能是价格方面的策略 因为除非你有独特性 那辆车是吃飞的 如果不然 differentiation可能真的靠价 所以其实 还有我们 9月的交付率 或者第三个交付率 是刚刚10月 就是上个星期左右 最近出了 但我们可能未必看一两个月 或者一两季 看到譬如我们今天说的 小鹏的未来理想 那个分别何在 所以我是有一个 叫做立体一点的 先看譬如他们 6月那时候 就是第二季度的情况 再比较第三季度 慢慢看回他们 原来也挺大分别 好啊 那立即开始了 先看小鹏 小鹏很快速说 其实它在财务数据上 是最差的 因为为什么呢 譬如6月那时候 交付量是同比跌了四成的 那么收入当然 汽车收入也是跌了四成的 因为你交少多少就收少多少钱 最惨的是 它竟然是毛利率是负数的 5.9% 就是这个含义 就是会计概念 但是实际上就是 你买一架 亏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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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你直观或者也很大原音就是 那批车 古年程度不太值钱 市场真的送给我也不太要 减价吧 减价吧 减价多些吧 减价到成本吸收不了 才会有人要的 这是上季的情况 当然上季业绩有预期 说未来Q3会好些了 3月会有3万9至4万架 结果最新公布 即是10月初公布 真的有4万架 同比都增长八成 最主要的原因 其实令人觉得有些奇怪 上季跌四成 今季跌八成 他也有说 因为他有个G6的新车款推出 这一件事 你要留意的是 小朋友好 未来好 也不是今时今日 今年上年才开始造车 2014年2015年成立的 上市已经上了一两年了 似乎交付量还是有波动 其实我们看看近这六季 譬如说2022年第一季已有3万4 3万3万 突然有一季又到了2万多 去到今年的第一季是1万8 今年第二季是2万3 今年第三季又有4万 你看到好像过山车那样 其实如果你觉得你是长远的汽车 电动汽车、自动汽车是一个长远的投资 你看到他仍然波动 就似是他的业务模式 或者他的车的市场营兽性 其实不是太稳定 其实他也有说 因为管理层已经说了 因为他一直在亏损 没有赚过钱的 从上市以来 他说最主要是管理层的计划 执行能否成功 怎样成功 就是提升他的产品市场能接受到 很明显你看到上季跌 今季升 都是双位数 慢慢升 慢慢跌 都在说未去到一个接受程度很稳定 所以销量不能提高 销量不能提高 对于这些重的固定资产 即是那些厂房的公司 你的平坏成本不能压下来 始终你弄到你的毛利会低 它不是毛利是低的 毛利是负数 这个是环环相扣 最核心的问题 就是它的产品 是有些不太触到市场的需求 更加就是现在这个市场 这么多新款车 大行 你外资 Tesla 或者比亚迪 就更加很难去突破 或者有一个席位 这是小鹏的情况 相对于蔚来也是很相似的 第二季汽车销量跌了两成多 毛利率是正的 即是买一架有钱赚 但毛利率只有6.2% 如果同比上一年的第二季 16%跌了足足10% 如果你对一间公司 有规模的公司 跌1-2%毛利率也很严重 跌10%代表你是刻意 应该在价格上做了一些调整 因为成本又不会突然间 一两季之间会跌这么多 是的 会跌这么多 所以它和小鹏都相似 是想去货的 大减价卖走货 为什么又要卖走货 怕之后卖不出 为什么卖不出 原来它其实在Q3又升了 Q3刚刚出的数据 它的交负量升了四成多 又是有一些全新EC6的SUV车型的推出 这跟小鹏很相似的 就是我这些旧款的车 其实也不太能卖 但之前不知道为什么 规划得不好 因为生产太多 我以为市场能吃到 吃不到又减价 减价到我直接牺牲很多毛利 小鹏就负数 未来就个位数毛利 都是一些很差的表现 从而令到它可以去货币 在这一季即第三季 吸引市场资金 可能买它的新车款 你会看到它也是 我们这里看到近八季 每个月的产量是2万 去到3万、4万、4万 又跌回3万、2万 又是一些很不稳定的trend 如果这样的话 很难说长期 我长远看得好你 但你还未坐得稳 市场的位置 市场的市场 所以也是有这种感觉 很快说了两间之后 例如理想 稍后我们再看 很不同 但未来还有一点痛处 就是它原来造车 造车其实是所有车厂的核心技术 但它原来是同一间 国内车厂合作的JV 而这个合作原来是有年期的 2025年9月就会到期 那之后会怎样 可以再继续 但会不会继续 不知道 这就令到你以为小鹏是父母 很努力 一直虚心很差 但未来有一个隐忧 就是如果去到那个位置 你原来跟它做不到药 你怎样做车呢 你的分工是怎样呢 他可能负责原材料 就是汽车制造的材料 采购设计 别人就真的压住车出来 这个位置 其实如果有留意 深入留意未来 投资者或者买股票的人 都会有一些害怕或者担心 而另一样东西 可能大家都听过 就是说他买车模式 他原来可以有一个模式 让客户车去选 就是车身和电池是分离的 就是我买车 但电池我不买 我租的 租的话 我大大减低一次买车的成本 理论上是可以令收入提升很多 因为便宜了 而有些是分期付款 分期付款即是杠杆 所以他一定是销量销得好 但另一方面就是 就是说 谁买了电池 就是原来又是一个关联方 他有可能少于10%投资的一个关联方 去吃了 去买了电池 但那个人又为什么这么好肯一定买 就是别人有个车主买了 蔚来的车 这个关联方就会肯买 就是叫back to back 因为原来蔚来是保证 如果车主最后不交租的电池 蔚来他会付钱给这个关联方 这件事当然 以往也有个追击机构 说他这件事是有些问题 无论有没有问题 但风险是存在的 如果车主不交租 但是那间关联方没有风险 但是蔚来要吃完 那他这个收入概认就是脆弱一点 这几样东西都令到 我觉得蔚来其实相对很不稳定 在这个市场竞争的情况之下 你的加负量不稳定 你的业务模式也不稳定 这分钟可能比小鹏更脆弱 但譬如说什么叫稳定 什么叫好呢 就是你有没有补充 那我继续去吧 我可以说一点 这里有两个点 第一个就是集中说一下蔚来 最初你说的租电池 蔚来最初设计出来的方法 他们很proud 全世界只有他 是的 而且觉得这件事可以为他们创造一个持续的收入 一个持续的价值 但是问题来了 我经常在想 为什么我到现在都还没换EV 就是因为充电站不足 而且距离不是太方便 而且比较远 除非我真的在家里自己去租一个充电 好了 如果他这种方法 我驾驾驾车走到中途没有电 然后我就叫他们关联公司过来 麻烦帮我换电 是很不方便的事 我想驾驾驾车 那些车主是会换车的 有机会的 还有你想想 现在我们用的iPhone 电就拖不出来 但以前我记得 譬如Android 或者Samsung 是电可以换的 他这个概念就是 我这一刻在用这个电 和我下次换完电 那个电 可能未必是同一个电 是的 你都知道电 这次是可能用一阵 就没有电 这个就要长一点 这个电是不知道如何有危险的 你的感觉是不太安全的 所以他不是所有的客户 都是选择这个Plan 但是有这些客户选择这个Plan 但是又有一个问题 如果突然间这个关联方 不想有这个模式 又是说不跟你做这件事 我不买电 都好像不知有没有得责 或者怎样 那批未来那批靠 就是车电分离的业务的生意 可能会突然间少了 这都是一些叫做不稳定性 还有最主要就是整个市场 好像都没有其他竞争对手 在做这一件事 他们发展的就是可能充电网络 或者甚至北美的加盟 TESLA 北美的standard 但是你再想长远一点 是否这个模式是可行去做呢 这个才是关键 就是我们经常说电动车 不是说今年或者去年 或者明年就完的故事 是一个长远发展 而是否真的看到它是sustainable 或者稳定地增长呢 因为小鹏和蔚来真的看不到 但是接下来 你其实很容易看的 就会看到它有少少 当然absolute amount的交付 没有大厂那么厉害 但是有大厂的影子 这个也是我喜欢理想的原因 因为刚才我提到 我就说小鹏和蔚来 第二个main point 就是市场的认受性 这是很重要的 代表着它的车的受欢迎程度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看 它们出的车辅 其实发展到现在 无论是它们不同的车企 出的私家车 就是它们自己说的成用车 其实差不多 其实是 第二样东西 我就当为蔚来 因为其实它们出的新车很密 但其实你不会觉得有什么太大的分别 当你的产品升级的时候 分别大一点的时候 我才有个有因去换下一代新的产品 就好像电话那样 你现在为何换手机的周期长了 是因为最新的产品 大家就会觉得 也没什么分别 我旧的那部机器就用久一点 其实车就更甚 因为车价本身也是一个 比较luxury的产品 再慢一点 是的 那这里 究竟我是在想想 它们想怎样呢 大家继续一样的车 大家一起推出市场 你想市场如何选择 凭感觉去选择车 还是怎样呢 但反过来 它们的车款就是 一些保姆车 比较大型的 我们俗称叫老板车 这方面它商用 可能坐车的时候 都要处理一些生意 这是很大的分别 令它在卫小李之中 可以突围而出 也是的 其实有时候卫小李卫小李 我经常听 究竟哪个跑出呢 有时候都很主观 我听说蔚来很好 有些人说小鹏好 有些人说理想好 但是我拿回 譬如刚才小鹏和蔚来 都是近八季 或者这一两年的交付量 再看现在理想 其实不是我们说的 是市场说 究竟哪个累积的用家经验 也好市场销量也好 你要看得出 现在暂时哪个跑得出 其实当然是理想 理想的strategies很有趣 它是独孤一味的理想一样 一直都是那个款 很久都是这个款 而且它叫做电油混合 就是增程 就是一部分行程 就是用电油 一部分就是用油发电 令到它电池的要求 或者它生产的难度 是没那么高的 反而也是那句 我们不可以说它是好 还是不好的 有市场证明 反而就是它好像现在看来是好的 譬如它六月季到 第二季它的交付量 或者销售都有160% 160%是说的 它还超过比亚迪的差不多时间 因为当然比亚迪的规模很厉害 就是一个月是二十几三万架 它这些就是百万架左右 就是上一季左右 但是你也要知道 其实它是在竞争很厉害的 一个国内的电动车市场 它都可以有这么大的 1.6倍的增长 而且毛利率 你觉得好像真的两个世界 就是它保持到20%的毛利率 其实它真的拍得着大厂 即即是Tesla 现在它因为减价促销 市场说它可能真的竞争大 它其实可能20%都没有 未来可能出的业绩 比亚迪也可能挨近20% 或者低于20% 但是它已经做到20% 这一样东西 使它其实是一个叫做良性循环 即是我产量大 例如小鹏的未来 都是两三万架 一个月 它一个月可能六七万架 八万架 你产量大 我整个固定资产的成本 固定成本就要压低每一架车 我不用特别做太多东西 我的车型市场应受性高 受欢迎 我自然的利润率就高 这个就是它的分别 它预计第三季有10万至10万03千架 其实它刚刚上星期公布 它也做到10万5千架 即是更高出它预期的高低一点 同比增长的296% 即是三倍 这就有点像上一年比亚迪 每一季每一季都是100-200%增长的势头 这就是你现在说的 你只是10万架 大厂是说一个月是二十多万架 你现在10万架做不到一倍 一倍两倍增长 你很难可以持续去 叫做占据电动车市场的份额越来越多 你看回它的稳定度是一路上的 譬如我刚才说 近百季它是由每季2万架 3万架 4万架 去到5万架 去到上季8万架 今季10万架 它是没有什么走鸡 没有什么突然跌下来 原来你就算说小鹏 未来也是 今季上回来 没问题 也有六七成 但它们那些是因为上季 割价 副毛利率 跌10% 去货 去旧款 才去到又买些新款 新款 刚才Yumi所说 可能你突然觉得 挺有新鲜感 但可能过了一季 又会跌下来的新鲜感 即是终成程度是不同的 你说市场是否真的喜欢它 又不是我说的 是那些销量说出来 除非它那些水分 但如果按照这个trend 在三傻这三间比较 其实它的车款车型 应该是最受欢迎的 它没有什么减价 你看到毛利率 就是中期 因为现在第三季未出业绩 但第二季两年比较 都是20%和21% 即是它不需要太过减价 那它又没有一些特别的业务模式 卖电 卖车分开 或者找另一个人做车 而且它现在才叫做再采油 2024年 即今年年底 可能它会再出一些BEV 即是顺电动车 这个你开始会怀疑它 你是取巧的 但现在发现 不是的 OK的 我霸占了市场份额 有个市场的Image 有个明星 我慢慢再做 本身是很难做的东西 即是Tesla 比亚迪都是在研究 如何将纯电动车的电池 续合力升高 你这样做 不如迟时才做 我叫取巧也好 我叫做灵活也好 所以这个就是我开始说 比如比亚迪也好 其实2022年每个月的同比销售 都增加8% 最少一个月也有38% Tesla也是 近三季有两季 创力是新高 每季同比都两三成升幅 上季还有八成 当然刚刚那季 有些停产 升幅 但也有27% 如果你说比亚迪或Tesla 是否开始增长 不是太放缓 那你理想就好像在接力 或者是在做他们去年做的事情 这才是可以长远去看的 是的 我都见小鹏他们都在想一些方法 内需又好像这么大竞争 以价换量这个措施 其实也不玩得很久 其实这是很危险的 你大厂以价换量都可以 你给亚迪之前都是 可能个位数无理 但他有很多钱 但你这些如果搞到又换量 例如蔚来又在集资发债 其实不是没有原因的 对 真的有压力的 是的 资金链 另一方面 其实前几个月 都有新闻提到 有外资的车企 入股他们的公司 大众 是 Foxfagan和小鹏 是的 其实这是期望走出去 是的 当时我看一些新闻的感觉 就是你都明白到自己 在内需方面的缺点是什么 不如尝试有个走出去的方法 看看会不会开辟到另一个营运的模式 但同一时间 你现在欧盟就拼它了 是个补贴的 是的 就是说这些车企 可能是有个补贴的状况 去到一个垄断市场的质量 潜在的风险 所以有个禁令 这条路又不行了 我就觉得这些车企 好像站在那里 难的 所以你连比亚迪 甚至海外市场 现在也叫做10%以上 占整个收入 但占比很少 外面 在中国国内龙头地头虫 但在国外 现在也不是成熟 或者有一个优势的阶段 所以我反过来 Volkswagen 其实他和他合作 会否反过来 他想打多些中国市场呢 因为他又说 不知2026年 又弄了几款车出来 去卖 也不知道 但起码就是说 小鹏 虽然他是父母 一直亏损 但起码他又找到Volkswagen 或者找迪迪 有一个公告说 做一些电照的车 用小鹏的那些 这些也不像 真的好像只是故事 也会有些憧憬 而且小鹏反而他的帐数 如果认真看 就是他一年内的流动资产 和流动负责都不是差很近 即是他足够一年给的 但是原来蔚来 六月的业绩 他已经有少少正流动负债了 即是流动资产少有流动负债 这个是一直在变差的 配合他又要 之前他也有些新闻 或者公告又发债那些 都是似他 虽然毛利率是正数 但其实都是亏损 而他的资金压力相对更大一点 理想当然可以 因为最重要的是 最后一个点就是 都是说纯利的 你上市公司 理想上季已经做到32亿 即是半年 32亿 上半年 小鹏正亏损57亿 差很远 一个double 即是80亿 但原来蔚来分开两季披露 一季 二三年的QE 已经61亿的亏损 二三年的QE 是47亿的亏损 接下来第三季 即是快出业绩 这两家小鹏 未来都是亏损的 都是亏损的 不过他新车款 又卖得多了 可能没有那么肉酸 但都是那种 不是可以把它放入你 现在值得长远投资 或者去留意 你留意不要 留意他的风险 回来理想就会感觉正路很多 即是正确实地走 而且我们的投资 除了看当刻 这些已经公布的数据 也看下行业的发展前景 这些环球的传统车企 其实是某程度上 挺看着Tesla而行 即是Tesla已经是最早 踏入一个研究自动驾驶 虽然现在还是Level 3的阶段 到最终极FSD Level 5 这也是需要些时间 第二件事就是产能 即是厂房内的自动化 其实这两件事我觉得很奇怪 明明Tesla在上海这样搞 然后它里面厂房的布局 也很公开透明 要传授给它 是的 presentation已经说完了 已经给了一幅设计图 但为什么大家参考不了呢? 相反你见到其他车企 例如在日本日企 这段期间Toyota很厉害 它交了铺给第二代之后 就真的有点痛改前飞 重新踏入电动车的市场之外 亦都要改变一下自己的厂房 都是说要实行这个自动化 他们都在找人去帮他们 搞那个汽车压住机 我就在想 其实在内地的车企 你要变的时候 环球正在走着Train 你跟着走就行了 这个对于我来说很奇怪 为什么仍然在原地自己在转研 如何去push到Train 是的 所以其实你说的故事 或者gimmick 就为少你们好 好像很juicy 小小的 但你实际 譬如今天这样 生日看的数据 比较一下 暂时见到别人的 其实是理想 但也不是第一天认识他们 说了两三年 有些是美股上来说股上 做得不好的 不是一时三刻 真的有原因的 另外一件事是他们 始终都是很新的 造车的一些公司 可能他们唯一保护上 就是国内市场 始终反过来 就是他们在海外难发展 但反过来 在国内的市场 市场算是很大 在比亚迪之下 还有很多市场 可以去争 所以在这个空间之下 你就相对理想会 是暂时理想一点 而另外那两个不是 增长够不够力 我觉得是会有些风险 即是竞争太大了 你要烧钱来玩 那你去玩多久呢 没错 我们还有时间 就说一一一比亚迪 好吗? 一一一比亚迪 是的 如果按年和按月的上升 这个是令到我很惊喜的 很厉害的 它是连续几季都在创 还在创历史的产量新高 但有个问题 它的增长一定是放缓了 譬如上一年同比 可能是100%以上 每一个月 现在它可能 譬如今季或者上季 都可能已经是两三成的升幅 那一定放缓了 它刚刚出了一个营起 也说应该有超过100%的增长 因为它相对都是说 造车的固定成本都是差不多 只要的量继续去 即是它今年可能想做到300万架 理论上都做到的 但问题来了 这些事情市场都知道 大家都知道 你去到二四年 是否还可以这样上升呢? 我觉得它的产能 其实它周围有很多省 也有厂厂 它继续升得好 但是市场是否可以跟随它的步伐呢? 越来越像是它走得更快 是它拉高市场的平均 反而是中国的经济 会不会是它的阻力 增长没有以往那么厉害 我发现二四年可能会相对 几成的增长 两三成三四成的增长 但是你说去到二二年 二三年那些 100-200%的那些 我觉得是难点 这个真的要提醒 现在它的估值也不是很便宜 也有30-40倍的PE 是不是继续可以去 都要留心 所以我反而觉得 理想小小姐 那个增长空间可能更大 比比亚迪 你跟他说 没得打 就是小朋友和大人 但是大人也有大人的忍忧 就是增长空间未必可以以往那么快 OK 好 不过这里有一个好的消息 就是最近公布了内地的社会消费品 零售素市 今天还是昨天 是很过月期的 是 好像是不知几个月 第一次听到很多预期 是很过月期的 希望它们的消费层面回暖 因为汽车店的销售比重很大 是靠汽车的 例如内房也 是这个EV的市场 是 一来就是传统现油车 一定是转型 转型的智能汽车 电动车 二来国家政策 或者国家经济 可能都靠这个产业 那些生意 俗称生意老 有钱 见到哪里是有利可途都会去 大家一起加入的话 整个市场的利润自然会摊薄 那你小只车厂 或者还在烧钱 就要小心留意 是的 好 2015年就是我们分析完 长远是OK的 就是走势好 是的 这么多间奢侈车棋的赛坡 就是长远是OK的 不过股价正在走的阶段 已经算很好 其他那些仍在大卫陪着 它算强 强一点的 OK 好 今天就谢谢Benny上镜 好 谢谢 看我们之后 因为现在是季绩期 是的 很多业绩 好 美股先走 美股 看看港股 有什么值得大家了解一下 好 到时靠你 Benny上帮我们筛选一些优质的股份 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 拜拜